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开始社区有两个大目的 一个就是一些本来在素食行业就业的基层妇女 又或者是一些吃了几十年素食的 或者是在寺院那里做义工的妇女 我们就是给她在职培训 提升她们的主食水平 让她们可以重新在素食行业就业 第二个目的就是想推广素食 最好的方法就是将素食习惯的门铛降低 令大家非常忙碌的人 都很容易可以营养均匀 很方便地吃到素 我们食物很容易融入一般主流的饮食文化 口味和放在餐桌上 一般家人根本不觉得她们在吃素 她可以完全融入大家 打成一片 不会像吃素就要格格不入 作为社企我们的收入盈利 我们全部会投放在推广素食那里 和一些慈善的活动 和一些员工的在职培训 我们都会和不同的机构 社福机构等等 就会合作 譬如我们做饭食 他们就和我们一起去派饭 或者将我们的产品 譬如我们的九米总 九米G 我们都会去不同的有需要的人士 或者地区那里派 即是说她都很好地去做一个企业 但是她的收入盈利是回饰到行业本身 和大众 我们的素盆菜 你看到很多不同颜色的食品 有黄耳、鱼耳 就是她的蛋白质很高 她有很丰富的维生素 和不同的矿物质 而且我们会想过食物的新鲜程度 天然的东西 无添加 她会没有胆固醇 然后不是很多色素的调味剂的东西 我们就尽量将素食原有的鲜味给大家 我们现在做法就是用好的葵花籽油 和一些最简热的调味 譬如我们的紫菜脆脆 样子有点像别人好像鱼皮 但是它就是一个非常健康版 素食的人都需要吃紫菜 得到丁质 吃到好的油 又没有添加的零食 是非常难的 在新年的时候 其实现在坊间 我们有很多新年的荷年食品 都推出的 譬如我们有很多纯素版的 萝卜糕、芋头糕 也有很漂亮的纯素盆菜 其实这些都是很好的选择 尤其像我们盆菜 我们平时吃我们传统的盆菜 大家也知道会比较肥膩 其实纯素的盆菜 它不但味道丰富 而且因为它包含了很多不同的素料 也有很多不同颜色的蔬菜 其实在矿物质和营养方面 比较传统的盆菜 营养更加丰富 而且最重要的是 不会越吃越满 因为有这么多蔬菜 烹调贺年食品的时候 大家通常喜欢煎炸 其实我们可以健康一点 譬如我们吃萝卜糕 和芋头糕的时候 我们这次可以选择蒸的方法 蒸了的萝卜糕 不止没有那么热气 而且它的鲜味和味道更加热 而且就算我们煎 其实大家可以选择一下 用易热锅 放一点油 放一点油去煎 那时候它不会黏底 又可以用少一点油 额外我们的油份就不会太多 吃下去更健康一点 爽口一点 如果我们吃糕点 吃我们的鱼鱼食物的时候 如果配上清茶 那就相得益彰 因为清茶里面 它们有很多不同的健康元素的矿物质 一来又可以增加到营养价值 而且也可以帮大家消滞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选择 吃一些素食版的鱼鱼食物 其实就是让大家不用担心 那么利滞 因为在素食版里面 因为里面有很多水溶性 和非水溶性的纤维 也帮助我们腸壮消化 让你越吃越精神 而且也不会有一种利滞的感觉